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这个悟天跟特朗克斯 极限jack 之后的超强势力 在上一支影片中已经完完全全的看得到了啦 所以就想说把他们给主处来打一下这个破坏神集结的关卡 第七宇宙的破坏神Vilsama 这个关卡的话在上一次挑战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打得超久了 不过现在凭着这两只角色 极限jack 觉醒的超强势力 相信应该是可以轻松不少吧 然后队伍组成的话就以利双人来做对战 然后组了这个魔人普呼片啦 非常非常的强悍 对我就是这样子 来 let's go 虽然说那个提数的特朗克斯在Vilsama被激怒之后是 比较的被克制啦 但是本身有18%的减伤 so far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这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不用开道具啦 11万的防御力够高了 这个的话这样子 OK 完全可以扛得住普攻啊 10亿万左右的防御力非常的猛 来啦 372万 非常的猛 再来 没有 才一发罢了 好可惜喔 不过这边有一个蛮让人害怕的事情就是 Vilsama的必杀器还没开出来啦 也不知道Begito这边能不能扛得住 就看行水了吧 因为这边就 必杀不要太早 欸 那个道具不要太早开啦 OK 好 算是蛮顺利的抵过第一轮 嗯 这一边的话嘛 就 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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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道具 欸 shit 咯 呃 这一边普屋是开不到招 欸 都捏 我看就 先开一个Vils来过渡好了啦 要不然的话 对 反正都是 OK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对土屋 土屋跟撒蛋会比较安全一些些 欸 好 欸 200万 都开不到超Visa 不过没关系啦 没那么快进入愤怒状态的Vilsama的话 那么Tranx还可以给一更大的伤害 Yos yos 一下 看哪里会有第二下 咚 OK 欸 被违避掉了 骂骂骂 哇 Vilsama这样大方吗 都不放Visa哦 欸 还真的是有够大方的 欸 这边目前是处于有 有Wiz的情况 应该是蛮简单 欸 Let's go 来 比他多一发更大的 450万 有多一个普通就是不一样 他们的空房加成真的是很夸张 好 欸 同样是450万 灯 灰星一击触发出来 其实不得了 Vilsama已经被砍掉三个血了 好 欸 愤怒状态的Vilsama 好 欸 愤怒状态的Vilsama 就看来怎么解决他 好开心哦 怒状态的Vilsama 这边的话 其实我个人是不太想要开道具啦 嗯 嗯 不过危险度是蛮有的嘛 还是开上去会比较安全一些 OK Let's go 主要就是利双人啊 我真的是蛮害怕利双人在这边的 完全就有点是扛不住的感觉啊 在Vilsama的关卡里 哦 第二发 欸 nice 哇 蛮给力的啦 这个速操备 呼呼 两发都会新一击 咚 不过在Vils的消耗上面 倒是消耗的蛮多啊 欸 连打连打 哇 这一次来打真的是 怎么说呢 轻松很多啊 而且 你们不妨也没有发现到 第四回合了哦 第四回合了 比如什么嘛 一发的必杀都没有触发到 麻烦的 真的是那么手下流情嘛 哇 真的是手下流情 诶 四回合 一发的主动 诶 那个必杀技都没有 哈哈哈 呀呗 这 这也未免太好运了嘛 还是这个是 Vilsama只是在酝酿 OK 不过现在是有 那个Wiz 完全就没在怕了 OK 430万 已经发了蛮多发必杀的 所以这个攻击能力是非常的猛烈 没有爆击的话就没有伤害了 这这边显示有点可惜 虽然说自身是有带到 18%的那个灰心力 不过不触发就是不触发 这一点就相当的可惜 那咱们 那咱们 哦 终于来了 哈哈 终于来了 好 诶 十万 足够合体吗 OK 可以合体 那么就看一下必杀技在哪里啦 哇 主要就是靠另一双人来看穿 那个必杀技的位置啦 然后也防止等下 那个体的探克是暴躁 哇 其实真的是那么那么的有运吗 完全不开耶 完全不开必杀技耶 哼 多谢啦 大量的宿主就留给那个物田 等下用来回血用 因为这边的话 Begito应该会受到相当痛的伤害啦 利 利潮备 OK OK 打得好爽喔 再来 插爆他就是啦 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 再来多一发 剩下三格血的六三嘛 慢慢打就行啦 就是这一轮 感觉 应该说还蛮快的 哦哦 48万 诶 哇 四超倍的反击 可以反击到这么高 不会就这一轮就把他给解决掉了吧 哈哈 想想上一轮我打了18分钟的这个 Busum啊 哇 五万还是痛的 还是痛的 嘿 一脚 哦 再来多一脚 再来多一脚 啊 啊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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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 怎么说 没有灰心一击 稍微可惜的一点 OK 轻松扛 没什么大碍 啊 哦 哦 原来是这个 撒弹 刺够了五下的攻击 交替给普 哇 要 要让他交替到普 其实 还蛮难的 哦 哦 快速龙出发 诶 再稍微看一下 34万的回避能力 就算刺一发必杀感觉也没什么问题啊 血量恢复 血量恢复 然后再血量恢复 哈哈哈 轻轻松松 诶 五百八十八万 直接请 下台一击弓 约上吗 哎呀 真的是 哈哈哈 轻松了好多哦 全部的攻击力都超猛的关系 打起来好轻松 呀呀呀呀呀呀 nice nice 这打了多久啊 8分钟 有没有 哈哈哈哈 诶 这个 分数 这个时间差也未免太大了吧 哇 这两只极限 真的是不得了 尤其是悟天跟隆克斯 隆克斯在 诶 比如什么 愤怒之前可以打出很大的伤害 就算是比如什么 愤怒之后变成隶属 在克属的情况下 只要触发他的那个本身的 彗星 还是可以打出蛮高的伤害 毕竟他那个初始就 四百万这样上下的那个伤害 在那边 够高了吧 真的是很夸张 然后 乌天在这一边 两边 一边是 愤怒之后是克属 愤怒之前是不克属 根本就完全就是 可以给他 十足的伤害 太棒了 这个 哇 稍微只是想说 尝试一下 用来挑战 结果 完美 nice ok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jia matane